自从极克007这款车一出来 很多想买Mod3的朋友都纠结了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极克007这台车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上车来看一下 它和特斯拉一样都是这种刷卡感应式和手机开门的方式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隐形的门把手 然后我们这样子把它拿出来 无框的一个车窗 这个后视镜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没有边框的一个后视镜 这台车的类似呢 它是一个蓝白拼色的一个类似 我觉得也是极克的 搭配里面还比较好看的一款车 那我们现在上车来看一下它车内的设计 没有电动门 这台车没有选那个电动关门 我就这样关门 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块小的仪表台 然后可以看到一些行车的一些数据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而且它设计的是一个椭圆形的 它方向盘上这个按钮啊 是一个这种方块形的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适应这个 可能我更喜欢特斯拉那种滚轮设计 类似的话呢 前面它都是用的这种翻毛皮的 感觉还是挺有滋感的 前面这里是一个拼的一个皮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苔显的一个设计啊 它可以投影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块大屏幕 它是可以通过手指去拨动它来旋转的 这一点的话还是挺人鲜化的 可以照顾到不同的驾驶位置的一个乘客 把氛围灯开起来 它是这种这种很粗的这种水晶的 一格一格一格的 那也是可以这样子去调节不同的颜色 然后还有这种呼吸 渐变以及还有音乐秀 007的灯光秀一共有四款可以选择 这个是其中的一款 它这个没有加钱的版本吧 也有四款灯可以选 这个氛围灯在灯光秀的时候 还会这样子亮起来 驾驶的话跟特斯拉也是差不多的 它是有舒适标准和运动 然后动能回收 我们也是有三个档的 也是有一个缓形和保持的 那缓形就是像偏油车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保持打开的话 就跟我们特斯拉常说 但它版模式差不多 它的座椅的话 前面也是有座椅加热跟通风的 这个跟特斯拉新款是一样的 这一款是有选配这个最按摩的 然后座椅调节 可以在手机上去调节它的座椅 007有一个就是一个800V充电 然后它还可以对外供电 现在坐在这台车里 它的空间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这个座椅它的质感也是挺好的 后排这个空间感觉高度还是挺好的 这地方有一个扶手箱 这里它手机 这里还可以放一些杂物 它的水背架是这样子的 后排这里也有一条小小的氛围灯 我们看一下极客的后备箱 它这后面的设计也是这样 像一个棒式的一体式的尾灯 然后也是电动的一个尾门 里面的这个空间的话 感觉是跟Mod3差不多大小吧 这个下面还有一个下沉式的 一个下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下沉式的后备箱 我们现在把它开在路上 试一下动态的感觉 360全景影像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前面后面 左边右边都可以看得到 前面有个台显 开车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看这个仪表台了 这个版本是3.8秒的一个版本了 基本上是跟特斯拉的那种3P 也是差不太多吧 之前在开极客001的时候 就是踩地板垫 然后明显的感觉到它会有一点顿挫感 还是蛮强的 不会像特斯拉那么线性 那我现在看一下 就是开这个的话 它的那个感觉怎么样 推背感是有一点的 但是我感觉是没有Mod3P那么强吧 加速的线性会比001要好很多 整体来说 开起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刚刚试驾完几克007 说说报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惊艳 那看完刚刚的007的整个一个视频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呢 好 小子 有吗 ここ że不就是